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歡迎來到膠視電場 Pastechphoto.hk 好,今天又來一個窮L-Lycar 系列 這個系列很久沒拍了 但是呢,無論我又好 其他fans 都有說話 你故隆元虛了很久 什麼故隆元虛? 講了這麼久窮L-Lycar 系列,你買了一部有哪一部 真的是Lycar? CL 咯 那一部也算是,但是 沒有一部是真Lycar 是的,就是留住原本 original Lycar 的血,Range Finder Zero 那個樣子像,是不是? 我們有講很多部的 有福倫達,有 Vinota,其實每一部都是 M-month的 它有前世今生,但都未踩中它 但作為真正一個窮L 是不是真的沒有資格去買一部便宜的Lycar? 其實呢,Lycar 來講呢,一般人都是說 M-3之後 即是由五、七年之後的東西 那才是比較炒得厲害的 是的 所以你說,如果要買一部 M-month的便宜的Lycar 的確是有困難的 是,入手門檻都起碼過皮的了 是的,但是如果你說窮Lycar 來講呢,其實 3系呢,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是的,3系跟M系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M-month 是的 那今集呢,終於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L-39 是的,在你不斷講一講的時候 也不斷搜尋一下 一搜尋到3字呢 這個價位的確是符合 真是窮L系列Lycar的價錢 即是未算到 去到最前那些人用來做炒價的 那些真是古董 雖然這個也是古董 但起碼它的價錢也容易入口一點 那麼,輕輕搜尋一下 即是一部3C 連上一支L馬 2,3.5光圈 說的是500元美金左右 是啊,其實呢 這個價錢是很相宜的 也都是 即是如果大家不介意成色 其實說2,3千元是很多選擇的 是的 那你說有時候 你買一支鏡也看到 是的 即是它很多時候 那些人就放出來 是你買鏡的價錢 但是送到Body 是 但是可能這支鏡就會 有一點點花 但是老老實實 即是說 好合理啊 這麼多年前的東西 有些真的是三幾年的東西 就是 今年都2021 即是九十幾歲了 多數呢 如果說三幾年的那些 就不是三系 那就是二系 二系 通常就會更貴一點 因為那些已經去到收藏級數 但是去到三系 因為產量比較多 而且覆蓋的年份都比較大 是啊 那基本上呢 你當是由三幾年 四 三五年 打後 一直去到 甚至出了M3之後 去到3G 就是我們叫IIIG 其實一直在生產中 即是中間橫跨了很多年 是啊 剛才你說完 我都不斷地搜尋一下 我發現 其實原來剛才有看過 就是Leica這麼多個series的歷史 那有Prototype 有1 2 3 那剛才你又說到 唯有screw mount和M-mask 喂其實 真的亂到不得了 那些時間軸又重疊 跟著之後 那些mount中間 其實我開始理解的概念 就是說 其實好像是兩個series 同一時間發生 就是兩個mount的series 它永遠都是 譬如它 Leica 1的時候 那就會比較清楚 去到2 它就會 去到3的時候 可能2還在賣 嗯 跟著 慢慢賣光了 才是3 就很快要剪掉 是 所以呢 還有 剛才說的 A B C 可能是同時間 會同時發生的 是 所以呢 不是那麼容易去 講 不像Sony 6100 去到6600 都同一時間在賣 是啊 其實我們比較近 我們一般人去理解 五、七年之後 你就容易理解一些 是 因為那時候 那些訊息 或者甚至 我們現在買到 你買到 全套的3系 是 應該是3G 是 是 為什麼呢? 因為是五、七年之後 是比較近 近代 當時 因為有很多攝影師 本身已經有一堆 Schoolmount的鏡頭 嗯 然後突然間出了 恆空出了這個M-ounce 是 M-ounce之後 其實是橫掃索的品牌 是 那 Lyka 已經是最厲害的最厲害 就是我們所理解的 喂 神聖不可侵犯的 地位奠定 其實就是M-3 是的 但是 實際上 它稱霸的時間 不是真的那麼長 嗯 因為去到61年 已經Pentax到 就是它玩了三年 是的 但是最慘的是 那三年之間 因為它狂大的鏡頭群 嗯 它本身Lyka那群客人 都是在使用Schoolmount 所以就要出3G 來滿足那群客人 而買M-機的人 不是真的那麼多 是 如果以當時來說 因為你想想 M-mount出現了 三年之後 就已經 開始有單反了 是 接著是 62年 就已經吞含含不去 是 65年 就已經是 是 NICCAN 就已經清白了 所以其實 NICCAN 真正光輝的NICCAN 其實就是NICCAN 3 還是Screwmount的Range Finder 也就是說 窮L買得起 是的 其實是真正的NICCAN 還有 剛才說到 在技術上 Range Finder 是因為以前的科技 是令到它可以走到那麼長 但是直到單反的世界出來 你只可以對焦和你拍照在同一個Fill Finder的時候 就變成Range Finder 那個Practical 那個用法就變成 科技上已經比下去了 因為你Range Finder去到90mm 打後根本就已經對不到焦了 是的 所以很難去說 後期就變相了 就是說 不是一個非常技術上的工具 而是變成一件luxury product 這樣去看 特別是M Marks的世界裡面 那先說一下 就是說 剛才也說到 Range Finder歷史這麼長 但是歸咎回來 是說我們要找一個 熊L Leica系列 那為什麼你就會 入手到這一部機呢 這樣 其實這部機 真的是因為價錢相宜 而且你要找一些 那個樣子新正一點的 其實都很多 主要是產量 令到它這件事 又多又會多新機 真正那句 即是心裡面那句 是 就因為它對焦的時候 它對焦一個窗 是 是 是 其實用起來 是不方便的 是不方便的 所以呢 我猜 尤其是越後期的機 是 因為你有比較 是 覺得它麻煩 會少用一些 尤其是我戴眼鏡 剛才對完之後 我是花了一段時間 才理解到自己 我在看左邊還是右邊 還要加上呢 即是 剛才還沒加這個小配件之前 其實它是用著 蝶影對焦 在黃斑 但是當那個黃斑 年紀老化了之後 其實我也不知道 那個黃斑原來是在 觀景窗裡面 我也看得不清楚 你在講這個小配件 是嗎 其實都不是什麼特別科技 是 只不過是放一個Filtre在前面 是 一個橙色的Filtre 就放在一個 蝶影窗裡面 就等那個 觀景器 和蝶影窗中間的 有一個反差 一個是橙色 一個是透明 一個是圓色 令到 在蝶影對焦的時候 就看得更加清晰一點 是啊 如果大家覺得 把換是OK的話 即是經常講那些 觸感 快門的聲音 喂 真是 給到的 好 事不宜遲 馬上來個Handsong 先說一下鏡子 經常說 縮透鏡 縮透鏡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縮透鏡 其實 screw mount 你看到 它後面是縮了整節進去 噢 變成你就可以方便攜帶 縮到很細 這樣 但是你不要想著 很多數碼鏡用到 數碼機 對 因為有時 對 對 所以要看哪部機 看清楚是否支援你才好用 或者是 裝上去Mirrorless的時候 就是本身 不要縮透的時候 先鎖住才上去 對 其實都 要檢查清楚 是 通常我建議 買機的時候 最好連買一支鏡子買 這樣 通常有折扣 嗯 因為有時候 你就這樣買一支鏡子 可能五六千元 也不奇怪 但是有時候這個價錢 可能你已經可以練武器了 是啊 現在你收拾了好東西 等一下 我看看 它的焦距 跟我們平時所見到的 好像有點不一樣 噢 早期的鏡頭 都是用CM來做單位 那現在這裡見到5cm 那就是說 是50mm 就是標準鏡 是啦 喂 那現在這些機器 雖然說你的機身送支鏡 但是這些 screw mount 那我今時今日怎麼用呢 嘩 那又不是這樣說 當你們是升級了一個M mount的機器 是啊 其實市面上都有很多這類型 譬如好像Artra Lab出的轉接環 是 那你呢 繼續廣告時間 是 那你就要找回相應的焦渠 是 會出相應的frame line 是 譬如這個就是50mm到75mm 嗯 那它就會出50mm和75mm的frame line 哦 意思是即使是一個screw mount 它就可以推翻連動桿的棍子 即使在M mount裡面 都可以對焦了 沒錯 那它現在就變成M mount鏡 那就是說 不是單單用微距環 或者數碼機 真的對焦了 就連這些真正M機 都可以做到連動對焦了 第一件事提醒大家拍照 這些縮鏡一定要先伸出來 試完你不伸出來 其實你都一樣對焦 是啊 它本身Range 5mm 最小的時候 其實是連動令到碟影動動 所以你是以為自己還在對焦 是啊 然後就糟糕了 整盒飛兩玩完了 所以呢 不要理那麼多 3、7、21 賣了出來才會拍照 好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黃班太舊 你就可以賣一個這樣的 在我們Plastic Photo 裡面有得賣的 是 就可以令到拍照的顏色增強 是啊 最早期的Leica 機器都是這樣的 有個叫做慢快門的盤 嗯 那你都有個快門盤 是 那怎樣做的呢 記得 捲完片之後 你才好教你的快門速度 譬如現在是500 然後你按Shutter 就只有500分 你還要問一下 也有留意到 你正在返回飛兩門的時候 其實無論是快門轉盤 以及Shutter 鍵都在一起轉 是啊 早期的設計都是這樣的 大家有留意到 三個DL 一起轉 當你進了飛兩門的時候 應該這邊都會一起轉 都會一起轉 那慢快門怎麼搞呢 記得永遠都是 先捲完片 然後你才調整快門 現在這個是慢快門 要調慢快門 要按住這顆DL 然後你才可以轉 按住才可以轉 譬如現在是15分1秒 那就15分1秒 其實就沒什麼特別的了 然後這裡有一個ISO的設定器 拆出來就可以轉 其實都是在看用什麼飛兩門 這些全部在今天來說 都是不會用的了 所以你可以當作一個裝飾 提一下自己 對 提一下自己 那接著呢 在這邊下面就有一個counter counter的位置 menu的飛兩門counter 對 譬如你一開始當然是設定在0 對嗎 轉 再拍 再轉 那它一路會計算的 那接著是Sutter 鍵 剛才做了 Sutter 鍵 這裡可以轉出來的 那為什麼可以轉出來呢 因為呢 它有一個Self Timer 其實呢 我這部3F 也有一個是有自拍棍的版本 那就是後期一點的 那我這部算是最早期的 那所以呢 它沒有一個自拍的功能 那如果需要自拍功能 就會另外再加一個自拍棍在這裡 那些自拍棍 不是今天那些自拍棍 好了 接著來到這邊 就是屈光了 你可以按去無限遠 或者拉近 在看黃斑連動的時候 就相對方便一點了 那其實呢 都在不方便裡面來講 帶了一點點方便 那個年代算是這樣的了 哈哈 那接著拍完片 當然是要Rewind 記得這邊拍了R 你才好捲片 接著就是到 拉卡最出名的東西 是 回捲器 這件事真是 如果真的用拉卡拍照 那些手應該練過 是 應該是起枕的 是 這麼小的轉盤 本來要捲36張菲林 是啊 那我們再看看底部 等等 家豪 你好像留了一點點東西 留了什麼呢 剛才那個Shutter 鍵 下面有0-20 嘩 這個厲害 是啊 我們都找了很久 才找到一段很短的文字 其實呢 這一隻相機 那個年代 已經有閃燈了 大家看過 那些脈劇 有見過 好像點了一個牌 就是上面著火 火不聲的那些 美光燈 是啊 美粉的美光燈 美光燈就是因為美粉 是啊 但是在那個年代 其實他們大致上 都分了 Dial上面有20個選擇 其實就是為了有20種不同的閃燈同步 在那個年代同步是什麼意思呢 你點了它 它多長時間才燃燒了這種美粉 即是那隻美粉有多麼 effective 是啊 慢一點就按20 快一點就按0 大概 好像是炸彈引爆時間 延長時間 延長多久才 好 好複雜 即是馬利利網路走過來 對 點定先 就是這個意思 嘩 所以以前拍照 真是try and error 所以以前拍照 為何收這麼貴 是 現在你拿一部ZV E10 什麼都對到焦 你猜這麼容易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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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一下下面 這個不在中間的位置 你看到那部Z50也是這樣 就知道是向NICA致敬 對 那個trypod mount 去到旁邊 對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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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現在這個就是最classy的 入片就非常複雜 反過來看一看 他才有些東西提醒你 對 他提醒你 是不是德文來的 也有英文的 好 他一直這樣套 給你一個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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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現在reeny再說 真的表演不到 而上拉咖啡上不成功呢? 這也是經常發生的事 就像我們那樣就上不成功了 因為年紀太輕了 要問一下sir 怎樣? 好,先裝上去 好了,是不是很漂亮呢? 普遍你這部相機會拿出去拍照多 還是放在這裏公奉多呢? 這部當然是供奉 下一集我們來講一下 Kongel Lyca 改進版 致敬之神 山寨王 由山寨變成青王